好啦 那個大家有沒有都拿到如何讀模型的語法啦 有喔 欸 有沒有 江澄瑾 你有沒有 你看起來一臉不知所措欸 有 我有 你有拿到喔 有 當然有 數學男有沒有 有 有拿到喔 好 那這樣就是大家都可以讀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沒有問題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我們要上什麼 我們上節課稍微講了一下基本的這個網路結構 對不對 那今天啊 我們要講的更具體一點 就是 就是 這一些 這一些網路啊 它實際上 這個 我們 就是 重複一些上次的內容 然後再加上 帶大家實際 實際運行一下這個網路這樣子 它裡面的細節 啊 不是直接 套那個網路predict出來就結束了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欸 現在啊 這個我們 這個 我們現在要好好學習model architecture的設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LXnet LXnet的詳細的這個就是 它的參數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來 這個 它的第一層啊 是 convolution 然後接著 radio 那 convolution 11層4嘛 然後96 還有這個 group 2 這group 2 我上次是不是沒有講 什麼叫 group 2 沒有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 group 2 後面我們應該不用講了吧 它接著過 LRN 之後 max pooling 然後 convolution radio lrn max pooling 後面都一樣了嘛 對不對 好 重點是這邊有個叫 group 2 對不對 那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group 2是什麼東西 這group 2啊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以往我們每一個卷機層 它在做運算的時候還記不記得我怎麼去講 一乘一卷機合 相當於是 這個 就是相當於是多層感知機的 這個 的這個型態 它的邏輯是什麼 就是我每一個 新的高階特徵圖的這個數字 的這個數字 它都是前面 12個特徵圖 內積之後的結果 好 這樣可以理解吧 內積之後的結果 那我有沒有可能設計成前面 比如說 前面4個給這張圖 中間4個給這兩張特徵圖 下面4個給這兩張特徵圖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 這個就叫group 這個group 什麼意思咧 來 大家看著喔 按照這個樣子 我就會把group 設為三個 就是我本來有12張特徵圖 那我的每一張新的特徵圖的參數 都是由12張特徵圖 共同運算決定的結果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稍微做一個示範 好不好 我們就用1x1的卷機盒 來做這個示範 好不好 難看的喔 好我們現在有卷機圖1 好 123456789 圖徵圖2 好 2345678910 好 我就換兩張就好了啦 當有一張新的高階特徵圖 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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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接受嗎 可以 那 再有一張新的特徵圖 這一格怎麼來的 他 他 他 好可以接受嗎 應該這樣目前為止都可以接受吧對不對 對不對 那現在是 Filter前2 後2 當我把這個卷機 設成 group等於2的時候 他可以拍 他可以拍9次 來看著喔 這一條線就不要了 欸 這裡到這裡很通的 所以說 下面就不要了 好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覺得這一層就只有 對他去做運算而已 這樣可以喔 好 那這裡咧 下面咧 下面就上面這條線不要了 所以 這一個 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少一條限制 就是少一個參數 因為我要 我要加這個東西 我現在去乘 先要乘上的東西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啊 所以說 group有什麼好處 group他他是不是省參數 好 注意一下喔 如果今天本來 我本來 一個 1乘1的Filter 就是1乘1的Filter 然後 Filter宿命等於N N Filter等於2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總共 需要四個參數 對不對 總共需要四個參數 如果 現在設定 group 等於2 那是不是代表著 他只要兩個參數 所以這說明什麼意思 如果我去指定 我的卷積層裡面 有group 那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 就是 運算啊 他的參數就會減少 好減少有什麼好處 來減少有參數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問一下好了 來將近 你覺得減少參數有什麼好處 算比較快 確實應該會快一點點 對不對 但是不見得比較快 因為有時候電腦是平行之外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 你今天手上 我隨便舉個例子啊 為什麼 算比較快這並不是標準答案 雖然直覺想是這樣子 就是現在啊 你想像一下 你帶著 你現在手下有1000個兵 1000個士兵 然後你要把國防軍隊操場的草拔乾淨 那個 國防軍隊操場 叫你拔乾淨全部的草 跟拔乾淨一半的草 欸 對你來講 花的速度是一樣的 對不對 人力不一樣 但是花的速度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 所有1000個人實在太多了 過去操場每個人彎腰一把 全部都拔光了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運算速度其實不會增加 因為GPU的平均運算的能力太強 就是這一點差異實在對他來講差異太小了 不過運算次數確實是有減少的 所以除了運算速增加還有什麼好處 來 大家請來 看看 你說少一點殘數然後 蛤 少一點殘數要填 這殘數反正你不是自己學的嗎 好像當我必死對不對 你會關心有100萬個殘數 魔形有100萬個殘數還是300萬個殘數嗎 不是特別關心 除了速度以外 你沒有那個感覺對不對 來來來 看看 看看 想得出來嗎 不知道 少了 所以 少跟多你會選什麼 如果 通過的話 殘數應該不會有差 好 多應該不會有差 來來來 你呢 想不出來 殘數殘數的 no idea 大家有 no idea 我們之前不是講過度擬合的時候 一直講說 殘數太多 過度擬合的核心邏輯是什麼 就是殘數太多樣本太少啊 那如果今天 一個模型殘數少了 那不是 就更不容易過度擬合了嗎 對不對 那更不容易過度擬合 模型的performance 是不是理論招集的 欸不見得 因為過度擬合有另外一個 極端的狀況 就是擬合不足 擬合不足 擬合不足是我們比較少不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以前 其實我們以前在做限制運算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你在用模式式回歸 或者是在用限制回歸的時候 大部分的狀況下 你遇到的就是擬合不足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只要說你明明就知道 這個球啊 從樓頂 丟下去是一個拋物線 可是這個軌跡 一直用限制去fit 這就是擬合不足 不管怎麼樣 你都不可能 你都一定存在無差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可是我們現在因為有了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要加 增加他的參數變得很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常遇到過度擬合的問題 但是 欸你如果你太就是 太激進的去減少那個參數 你一樣會遇到就是擬合不足的狀況 好不好 所以不見得會有好處 可是他實際上可以考慮 視為一種解決過度擬合的手段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但是啊 這個其實 LXNET在當初在做 Group Convolution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Group Convolution Group Convolution 在那個程式員裡面喔 他就只是一個參數而已 你還記不記得 Convolution是怎麼去 設置那個 Kernal Size 超簡單 就是那函數裡面寫 Kernal等於多少 乘多少嘛 對不對 那 那個 Builder數目呢 就一個參數嘛 那Group的數目也是一樣 就一個參數而已 所以 這不會很難喔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好不好 好 但是啊 其實LXNET 當時為什麼會有 會有做Group Convolution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記憶體不足 大家知道那個時候是2012年 2012年 2012年的顯示卡的記憶 這個 都非常非常小 這個 我們來問一下 來 我看你就是一副有打電動的樣子 來 你現在最喜歡玩電動是什麼 你自己講 那是什麼東西 好啦 算啦 我不想知道啦 那個 你告訴我說你用電腦顯示卡 2060 2050 你說你有錢人欸 你居然是2060欸 還是我已經太落後了 2060的RAN是多少 6G 那這個 2020的RAN是6G對不對 這個LXNET 他當初在做的時候 他們寫那個時候 2012年 最好顯示卡 RAN也只有3G 最好顯示卡 那時候也只有3G 他用兩張一起做 勉強而誘的 所以說他如果沒有用 那他 Group的選機 他可以把兩 運算分到兩個顯示卡上去 那 這樣子的話 他才勉強可以做 好 那這樣看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用的機器 你選擇卡了 所以你 你不知道是不是 你不會打到指令 打開 所以 沒有查 沒有查過嗎 40G啊 這樣知道 這樣知道差別了吧 好 所以說Group的 選機還有一些好處啦 好不好 除了 運算 運算快其實是 看你是用什麼機器啊 如果你是用很爛的機器 那運算真的會變快 如果你是用很好的機器啊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說啊 Group的選機 最開始的時候 是在LAN的機器上面發展出來的 現在如果你想要把你的 模型 部署在一些比較 沒有 不可能有超級電腦的地方 我舉例來說 自動駕駛車 你車上不可能帶著一台 這個 耗電瓦數 幾千瓦的電腦 這邊到處跑來跑去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欸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小模型 Group的捲機 可能就會實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LXNet 它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啊 我們上個禮拜講過啦 它可以改進的地方可多了 對不對 因為它的網路設計 實在是太具創意性了 對不對 來我問一下 蔡龍翰 11乘11的捲機 你覺得好嗎 我不知道在哪裡 3乘3 不錯 我覺得 雖然你可能不知道為什麼要用3乘3 但是 你已經這個 就是你現在腦袋裡面印住的 印住一件事情 沒有人這樣 現在沒有人這樣用3乘3以外的捲機啊 對不對 蔡龍翰你還記不記得我上禮拜講的另外一句話 1層1層1層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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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話 1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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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層1層7 1層1層7 你真的是記得很熟欸 對啊 沒有錯好不好 現在1層1層1層7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就是它的 這個 錯誤邏輯 欸我上次的課其實就講過了喔 就是 代解參數 有點多 而且代解參數多 多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這裡 大家會不會算 這個 這個代解參數數量有多少 好舉牌說今天我的input的這個input size是224乘224乘3 好這個是我的原始圖像的大小嘛對不對 好我需要一個這個curl size k等於 那舉牌說77好了 然後這個numberfighter等於好舉牌就等於100 那這個numbergroup等於1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這樣的 這樣的就是在這樣的軟機程總共需要幾個參數 來想像一下喔 我們先不要考慮這個numberfighter等於100這件事情 numberfighter等於1的狀況下總共需要幾個參數 7乘7這個是一定要的對不對 乘以3 因為它每一層都要卷嘛對不對 所以說總共有7乘7乘3乘n.n 可以接受嗎 那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其實是input的 這個就是number of number of mutual map of input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卷積核裡面第一層 我們畫了多少個參數 11乘11乘3 因為這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就是input是一張圖嘛對不對 所以它的channel數等於3 11乘11乘3乘96大約是1萬7 好接下來第二層呢 5乘5乘96 因為它現在的那個channel number of channels是96 這樣可以接受嗎 在乘以256 除以2 大約是30萬左右 1萬7變30萬 欸變得蠻多的對不對 多蠻多的對吧 好我們繼續看 在下一層呢 88萬 這個也看起來蠻多的對吧 在下一層呢 66萬 在下一層44萬 欸你們有發現在下一層是什麼 在下一層是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居然需要到 這個是多少 我來算一下 K 3 這是 3千多萬 你們有發現 跟前面一比後面 後面都是那個 完全就不同等級的參數數目 好你們有注意一下 FC 這兩層FC FC 那個Fully Connected的參數量 是不是很容易估計 就 input的矩陣的那個維度 然後跟output的那個矩陣的維度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的output size是4096 input size也是409 那就4096平方 4096平方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啊 好 所以這個網路啊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就是啊 他的 就是他的代解參數 大部分集中在後面的Fully Connected 對不對 大部分集中在Fully Connected 欸可是問題是 卷機曾經網路 在圖像辨識上面有很好的Performance 優勢是在哪裡 優勢是卷機 結果卷機只佔了3%的代解參數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這個參數都集中在Fully Connected 所以說後面的網路 根據這個問題 他設計了很多轉變 好這樣懂的意思嗎 像他你聽懂的 我會講什麼齁 嘿齁 就是 所以說之後的網路要怎麼設計 減少FC 對不對 增加Confusion Confusion 跌多一點沒關係 反正他又省參數 又是一個好東西 對不對 至少在股像辨識上是一個好東西 那那個Fully Connected的咧 不好 我們把他丟了好不好 好來我們繼續喔 往下看 欸 結果GoogleNet 啊什麼東西都出不來啊 搞什麼鬼啊 為什麼會出不來 啊算了算了 出不來就算了 我們來看他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Google GoogleNet InceptionNet Version 1 InceptionNet Version 1 它最開始的結構 來 7x7 這一張圖進來 24x3 進來之後 我經過了就什麼咧 這個 k等於7 7 然後 n.multe等於 大概通常是什麼 96啊 這種數字 好 過來以後 繼續 過來以後 這個 他可能是 也是24x24x3 乘96 好那 他就繼續往下 對不對 好那 如果你仔細注意這個 呃 大型網路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他結構通常是有循環 就是他除了一開始以外 後面的結構是有循環的 他可能會丟給一個 丟給一個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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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來 就是 就是 呃 他的input size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通常通過一個 module 出來的數字 也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懂嗎 是嗎 那這個inceptionNet 他的module 長成什麼樣子咧 長成你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input size 28x28x256 為什麼是28x28 因為他可能已經經過非常多次的 降維了 這樣知道嗎 這個不叫降維 這個就是 去縮減他的size 怎麼樣可以縮減 boole 可以縮減siz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那你看到喔 這個 當初inceptionNet 我們在上禮拜解釋 他說 他有什麼好處 他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他當時覺得 我不知道要用1x1 還用3x3 還是用5x1 所以他的決定就是都用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多用 來 這個東西經過1x1 出來 可以是原來一模一樣的size 對不對 這個東西經過3x3 出來 還是可以是一模一樣的size 只要你做padding 這樣可以理解吧 5x5呢 一樣 你做padding就可以 3x3的pooling呢 pooling也是可以出來一模一樣的喔 只要你做padding 怎麼做咧 你可以跟卷積而一樣 你說一步 你這樣子是不是類似於是卷積了 可以接受嗎 所以pooling也是可以做 他就 那個 就是他的步伐為1 他就跟卷積模一樣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pooling也是 也是相關於是卷積的一種喔 所以接著他把這一些參數把它疊起來 pooling不需要參數嘛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設計就是 這個google net 他所設計的一個module 注意喔 以後你們設計 親手設計自己的網路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知道現在網路動不動就一千 一百層深嘛 這一百層深阿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使用 你使用就是module去做循環結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子就說 你就說喔 我經過個module 這個module裡面可能就三層深 然後這個三個module又結合成一個新的module 三個初級模塊 這個組合成一個新的中型模塊 中型模塊又組合成大型模塊這樣子 然後其實的網路都是在這些模塊的循環 那這些模塊有一些特點 所以說為什麼當初res data 你們還進行的兩組 兩組他是不是就是畫了一個類似這樣的 他只是想告訴你說 module的input跟output要加起來 我resnet就是設計這麼簡單的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總共需要幾個參數 會算了嗎 來1乘1的部分 input size是256 number filter是128 所以1乘1乘256乘128 對吧可以接受嗎 來 那個3乘3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都會算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這樣總一個module需要多少代表的參數 69萬大概70萬左右 70萬很多嗎 仔細想想 跟lxnet 他不是一個 fully completed 就要 3000多萬個參數嗎對不對 好像沒有那麼多啊 好像70幾萬也還好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啊 這個 nxnet真的設計的有點 有點太笨了這樣子 這個 我們來看 我們其實還是有辦法可以去縮減 inception net的這個代表參數了 來 我們來問一下 這樣我們看到下一頁 來猜 看一下 來來來 不然 怎麼縮減參數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已經會計算這個參數了喔 就是 參數的計算就是 kernal size 乘上 input的 這個 channel數 再乘上 output的channel數 對吧 不過怎麼樣去縮減參數 drum woofer以外 想得到嗎 好我們來看他怎麼縮減好不好 蛤你要講了嗎 來來來講一下 講不到 ok我們來看他怎麼縮減 他的想法是透過一乘一的幫忙去縮減 來我們現在仔細算一下喔 來 本來是 本來是3乘3 乘256乘192對吧 可以接受嗎 現在他把它拆成 1乘1乘256乘64 然後再加上 3乘3乘64乘192 可以知道 知道我在幹嘛嗎 中間加了一個1乘1對不對 結果 新的 增加2 增加3個1乘1 之後 然後 他的filter數目 他的代解參數 居然只剩下一半 好的 我們現在來 帶黑板上面畫一下喔 這個非常重要喔 我們要非常了解裡面的原理還有它的限制 好 本來是3乘3乘256乘192 好 對嗎 可以接受嗎 現在變成1乘1乘256乘64 加上 加上 3乘3乘64乘192 好 關鍵就在這裡對吧 來我把它拳起來 這樣子這兩個就可以結合起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Input還是 Input還是256 Output還是192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那1乘1不是很好用嗎 對不對 那個 1乘1當初不是很好用嗎 你看現在還可以拿來做 那個 這個 就是參數縮減 好 可是這樣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問題是什麼 這樣的問題是 本來的網路 本來的網路是一個 好本來這一個是線境卷機嘛 對不對 本來這樣是線境卷機對不對 那線境卷機 我們說 加上1乘1有個好處 因為1乘1可以幫助我們做非線境卷機對不對 好 那1乘1 這樣子是不是 Input是3 Output是1 這是一個標準的線境卷機 那如果今天 Input是256 Output也是 Output我們就算1就好了 因為這個就1重過很多次而已嘛 對不對 就有很多個線境卷機 那我中間啊 我把它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這個 我 欸 我這邊不能算D 這邊就D92就好了 這個一樣是線境卷機嘛 對不對 好 然後我中間的這個維度 就是代表著我的這個 就是我的那個 多層感之機 它的隱藏層有幾個層經緣嘛 對不對 好 按照我們現在的講法 它中間的隱藏層就是64 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發現這個 多層卷 就是非線境卷機 它的形狀是怎麼樣子 來 256 然後變64 256 64 192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它實際上 它實際上就是等價於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多層感之機 好看得出來嗎 這樣它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現在沒有辦法看到說 一乘一就是一個多層感之機 捲一層經緣路嗎 你可以嗎 不行 不行你要回去處理啊 陳光如可以嗎 我會說上禮拜 上禮拜 對啊 可以 可以 那你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多層感之機嗎 如果把中間加上一個一乘一 就是256到64 再到192嘛 可以接受嗎 這樣子是不是 先變小再變大 先變小再變大 一確有參數壓縮效果 一確有 但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 我做特徵工程的時候 我把特徵數變少 再還原回去 這邊鐵定會造成一些信息損失嘛 可以理解吧 那當然你說 信息損失 也算 信息你也不要講多往損失的方向講 你也可以講知道信息蠢化 對不對 把雜訊給濾掉 對吧 好 你現在知道 他同時有信息蠢失加信息蠢化的 這個 兩方面在拔河 所以這個參數可不可以設很小 不可以喔 你如果設1會發生什麼事 好講真的 在這裡的狀況下 最省參數的做法是什麼 這裡剩1啊 這裡剩1不是超省參數嗎 對不對 欸可是 那不行啊 那一個256變成1 1在還原初 192 省參數但是 信息丟失的實在太多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現在知道了嗎 我們 的確是可以透過1乘1的選機盒 去進行壓縮 這樣都會 參數的壓縮 但是 參數的壓縮 通常有限制 我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你Input的Channel Size 覺得說是 呃 覺得說是N好了 你中間壓縮的這個 這個 Number Filter的數目 通常 不能 小於 上面的四分之一 而極限壓縮就四分之一啦 那 你說四分之一數字怎麼出來 人家paper 一堆paper試出來 好不好 小於四分之一就會很慘 好 當然啦 這個 不是 不是每一次都是 就是 不是在所有狀況下 都是 都不能夠壓超過四分之一的 後面有一些網路 他其實可以壓超過四分之一的 這跟他的比賽有關 好不好 但是這邊有原則 就是你 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況下 你就不要壓超過四分之一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一分之在十四 一九二 你就壓個三分之一變六四 這就已經非常省參數啦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這樣安靜的懂嗎 好 我們繼續 這個節奏叫bottleneck 就瓶頸啦 好不好 這個瓶頸結構 特徵圖數量 油多變少 再油少變多 這個結構 之後被大量運用 好 那benchroom relation 這個不用特別教嘛 對不對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啦 對不對 那 有了benchroom relation之後啊 以後的卷機單元 就被 本來是 convolution完之後 加一個飛行轉換 radio對吧 現在變成 convolution完之後 先加benchroom relation 然後再radio 來我這邊問一下 這個 這樣看 你覺得 你覺得 convolution完之後 先加back to my edge 比較好 還是先加radio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講義上這樣寫 對 你覺得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 按照你學到的 想法 然後 製作學系的講法 製作學系的人應該會比較有看 哪一個比較好 不要講好 好不好 各有什麼好處 各有什麼優缺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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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no idea 在no idea前 我們今天思考 一件事情 functionalization在做什麼 標準化 對不對 標準化有什麼好處 標準化有什麼 有什麼特殊的資料 第一個是數據分布 本來數據 譬如說 假如說 負一千到正一千 他把它弄到的range比較小 對不對 其中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是 去平均對不對 去平均有什麼好處 會有一半的數值 大致上 大致上好不好 會有一半的數值 被丟到0以下 一半的數值 被丟到0以下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radio在做什麼 0以下的做掉 可以接受吧 所以 先functionalization 再radio 大致上 大致上 可以保證 一半的數字被丟掉 然後剩下的 一半留下 這樣可以 那先radio呢 先radio 這個就很不一定 對不對 因為你本來的數字 搞不好是介於 你這一次的output 搞不好是介於 一千到一萬 而radio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 然後你再交換 對不對 那 或者是介於 負一千到負一萬 全部都變0了 欸 後面就一路消失了 一路消失到底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啊 這個 先radio 再functionalization 在訓練的時候 欸 我跟你講 你網路是完成版的狀況 這應該還好 這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先radio在functionalization 也不見得訓練不好 也不見得 不見得啊 這種東西 因為functionalization 你不放他都不會怎麼樣啊 你不放他 網路也會訓練出來啊 只是失敗率比較高嘛 因為你不知道出來的range多少 對不對 他T度會不會爆掉啊 之類的 但是 如果你要放的話 放了radio payment 通常是比較好的 通常啊 好不好 這個 那你不要跟我講說 有一些網路 先radio在functionalization 這樣運行得很好啊 對不對 有機會運行得很好啊 但是 邏輯上 先functionalization 應該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樣可以齁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resnet 出來以後 resnet 出來了以後 這個 網路 他最重要的貢獻 並不是去修正 我們的網路設計邏輯 對不對 就是什麼 filter速度多少 然後 要怎麼 怎麼去堆疊啊 他最重要的是 加入了這個 通通道對不對 這個東西 你幾乎可以把它想成是 全新的圖過來 之前的人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之前 如果你們回去 回頭翻路 之前的人 不是完全沒有往這方向 有 當然想的方向怪怪的 跟他想的方向完全不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增加一些 多通道 這個之前的人有想過 但是我們現在 不要混亂大家 好不好 我們先 反正你就知道 他有一個很突破性的創舉 好 那這個 他的這個突破性的創舉 中間你看一下 他用的網路是什麼東西喔 就是 這個他如果在 潛層 他如果在 這種 module的狀況下 他是不是也用了bottleneck的結構 看喔 先256 再64 再64 再256 管人 所以他很用的bottleneck的結構喔 對不對 當然他的結構是比較粗糙一點 對不對 就是沒有像 InceptionNet一樣啊 然後花花綠綠啊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好 欸 到這裡為止應該都聽得懂嗎 後面我們就要進入 後面我們進入超乎很難很難想像的部分囉 好到這裡為止都聽得懂喔 好來我們總結一下好不好 Live 這樣就不停給你總結 目前為止你學到的 目前為止你學到的 Grooper 一定要用Grooper嗎 我們不是說Grooper是在 記憶體不足的時候才學到用嗎 對 後來人就沒有這樣Grooper 因為顯卡變好了對不對 這樣為 縮減參數對不對 然後呢 盡量不要用Foly Conventing 對不對 因為Foly Conventing浪費 浪費參數 而且他又不是特別適合拿來做皮像 對不對 所以之後的網路幾乎沒有Foly Conventing 都只有在最後一層 要Softmax錢 才做Foly Conventing 還有嗎 還有什麼 大概像這樣 好 基本上你想的差不多 剩下 頂多加上一些奇思妙想 比如說 這個1x1 3x3 5x5 不知道哪個好用 那就都用 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非常精彩囉 原來下一個是DanceNet 那還不是很精彩 好DanceNet 這個我們也交過了嘛 對不對 這個本來ResNet是用加的 對吧 加法有什麼缺點 因為Input Size要完全對 Output Size 對吧 那用疊的呢 用疊的就只要保證 他的前面是一樣就可以 他的前面一樣就可以 後面可以不完全一樣 所以他的Input 主要說他的Input已經512了 他的Input已經512了 他的Output可以是 主要說可以是32 他再往上疊就好啦 512再疊32加起來 就是這個 544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DanceNet他有好處 他又省三數了 怎麼省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 有一個 我們就帶大家算一次啦 大家就知道 這個他大概省到什麼程度啦 好今天有一個 主要說28x28x52的Input 然後我們就經過一個 我們就經過一個3乘3就好了 好這個 如果要經過一個3乘3的話 假設ResNet 你就需要3乘3乘512 5乘512 對嗎 可以接受嗎 你需要這麼多參數 才可以做ResNet嘛 因為這樣子的Output 才會是512圍 兩者才可以相加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DanceNet呢 這一格 這一格可以直接被改成 例如說32 然後呢 這一層的Output 跟這一層 兩者疊起來就可以了 兩者疊起來就會變28x28x44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DanceNet他很省參數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漢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可以確認了 欸我剛剛不是說 下來 不可以超過4倍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這句話 為什麼現在超過4倍了 不要接受 因為把它疊起來還說一點 疊起來允許我 疊於4倍沒有錯 但是疊起來 為什麼又可以超過4倍 好注意一件事情喔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說 壓縮過多會造成資訊主持對不對 我講4倍 不可以超過4倍 是因為資訊會損失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欸可是你又把它疊回去了啊 所以在這54裡面 原本的512有沒有在 資訊沒有Loss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只有在DanceNet DanceConnection這種邏輯之下 你才可以壓縮超過4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DanceNet非常有省參數 比起ResNet他省參數非常多 而且我可以跟你們講 DanceNet他的優點就是 這個網路啊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 他每一層的特徵都會層層疊上去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544啊 他仍然保留最初的32回的特徵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最上面第一層卷積出來 32回的特徵他也有 那第二層 再過第二層卷積他還是有 再過第三層他還是有 他一直都保留嘛 對不對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來他上面寫的 如果今天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圖 他可以用前面幾層 的特徵就可以判斷他就是什麼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些比較難的咧 欸 他就用很深的那幾層 去辨認他是什麼 對不對 好所以說這說明了什麼意思咧 就是DanceNet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構 不過去有效的去結合 就是低階特徵跟高階特徵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不過就是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DanceNet 不過這個就是 ResNet 他確實突破是比較大的 這個但是我 DanceNet鐵定是在 ResNet 基於ResNet想出來的 好不好 但是我是比較喜歡他的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研究都非常有趣啦 欸 結果下一個是什麼 練習一 啊搞什麼鬼 原來我要下一頁 下一課才會去講這個 就是下一個小節 我才會去講 剛剛講說 欸這個很重要 很難想像的那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我們 organize 出來一個 rule 來 第一個 總參數量相當的狀況下 深加窄大於淺加寬 深就是網路裡的是深的 然後是窄的 因為 你如果又深又寬 那這當然比什麼都好 因為參數多蠻多的 伸展 大於淺寬 淺寬 就像LXNet 你看他是幾層聲 他八層聲而已 結果參數要六千萬 你知道ResNet 我給你們讀的那些ResNet 參數搞不好都不超過六千萬 有兩百層ResNet搞不好都不超過六千萬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 因為LXNet大部分的參數 浪費到最後那幾層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一乘一的卷積盒非常好用 第三個 module形式 循環利用 第四個 module跟module之間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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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on res connection res connection res connection 就是 隨時你慢慢跌 他的特等數 我們希望是越來越多 不要越來越少 這次非常的重要喔 如果你今天設計一個非線性的這個網路 到最後一層以前 我們原則上希望 反正一開始的Input的參數是 十個 在做這個工程之後 我們希望是二十 繼續咧 四十 我們希望是越來越多喔 我們不要越來越少喔 越來越少再丟訊息 這樣知道嗎 然後等到我們投影到高維空間之後 最後我們再把所有結果合在一起 做出一個物測 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的 這樣可以嗎 好 繼續 最後 這個 這個壓縮激勵機制 這個我們還沒講 好不好 上個禮拜我們 講的有點快 這個東西就是 呃 等大家比較進階的時候 再來看這個東西阿 因為你首先你現在需要先把一個網路搞出來 對不對 來 看看你有沒有開始做作業阿 其中作業 你現在幾分阿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好啦我們還是 還是定個時間 好不好 我們希望 我們看一下 欸我們怎麼說要那個 老師聽你怎麼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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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北方澳 還沒時間 對不對 好 我跟你講我們北方澳 北方澳那個禮拜 對不對 北方澳那個禮拜已經是要集客了 對不對 北方澳這個禮拜結束 下一個禮拜我們就 我們就那個 我們就那個 檢討 然後我們 我們檢討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大家 欸 比方說 上傳了五次對不對 五次的成績分別是12345 你就截圖給我看 可以吧 欸 你就 我們就請你上來報告 好不好 你知道12345 分別用了哪些技巧 啊可能我們是提升還是下降 不見得容易提升喔 假如說 喔我現在想說 我要把這個獨向進行翻轉 假如說 本來他的獨路是正的對不對 我說我需要給他一個 隨機的旋轉角度 你會發現 你試了之後搞不好 我說你變差了 沒有關係 變差了耶告訴我 好不好 就是你 假如說你做了五次實驗 這五次實驗分別是 這個 分別的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你得到了一些什麼結論 欸我們想看這些東西 這樣可以嗎 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可以試啦 好不好 啊不要那個這樣 大概至少還有一個月喔 這樣看你不要到時候 什麼都沒交出來喔 好不好 至少你要交出來喔 可以嗎 好 練習 練習 我們希望你可以學習 Inception Module的運作模式 為什麼我要學這個 因為這個最複雜 好 我們先把圖給他讀進來 來 好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 這個練習題 呃你們要在當場 完全不靠任何幫忙 的狀況下解出來的機會 是幾乎沒有 所以啊你們需要做的事情 是去看後面的答案 然後去試著去學習 怎麼樣為什麼那些答案 最後得到出來的答案是WALK 你們可以用20分鐘的時間做這件事 好 看到了嗎 現在所有的整個 Inception Net 它的all layer 長成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結其中一段 也就是某一個 module的 input 跟某一個 module的output 我們把它結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 欸這個東西 input 到那個output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要在R語言裡面 重新推理它一次 好看著我們要做什麼 好首先我們要先把 pull to out把它抓出來 然後還有 convolution 3a 1x1把它抓出來 然後這些都抓出來了以後 這些都抓出來以後 你看喔我們現在有一張 24x24x3x1的圖 丟進去之後 我們啊 我們把這個圖丟進去 然後因為我們總共 123455個都會輸出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輸出 呃pull 為什麼不給我 為什麼不給我 為什麼沒有沒有這東西嗎 哦 這下s 好 27x27x191x3 欸 27x27x191 2x1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來看著哦 我們啊把中間的東西都把它叫出來 來 好你的input是其中一個module的 input是其中一個module的這個 就是輸出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到最後一個module module的輸出 就到output這裡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要參考練習的答案 首先你要先把confusion弄好 然後 欸這裡 我們稍微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練習了 到練習二結束 全部 run完之後 欸你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好不好 我們來給大家試一下 啊大家 複製貼上的時候 不要全部複製貼上 啊複製全部複製貼上 答案一定對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行行 至少 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欸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然後 這個跟這個 到最後出來成這個了之後 他是怎麼樣去把它 變起來的 我們去瞭解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們給大家大概20分鐘的時間 2點40的時候來做檢討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把 如果你不把它讀成一個module 你要怎麼把這一串語法 我從頭貼到尾了喔 我剛剛這一串從頭回到尾可以run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把它改成 就是把它改成是可以 那個可以walk的 好首先 mx.model 欸.x. 好你把它改成這個 Json檔 不是這個parameter這個在哪裡 bn 好在這 我只有改了 我只有改load model那裡喔 好不好 就是這一行我在下面加一行喔 大家看著喔 好先把它清空 好這樣我是不是讀進來了 讀完之後 好把這個讀進來 好把這個讀進來 好你們把讀model改成讀這兩行 啊讀完這兩行下面怎麼處理勒 下面本來 你是 inception model裡面的這個 這個結構嘛對不對 你把這個結構換他 把這個結果換他 把這個結果換他 那接著咧 把prometer 把prometer 把prometer換成 把prometer換成 然後買prometer裡面 然後買prometer裡面 欸這個ARG跟AUX要怎麼換啊 就他還要做 就看到分開 就 不可能要用那個 去 上 或下 還要做處理 還要做處理 對 他裡面是用什麼start 所以他會把ARG跟ALX分開 所以我現在 下一步我就是直接丟就可以了嗎 就是 只要名字對到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 是不是可以這樣丟好了 這樣可以丟嗎 他好像名字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他名字要不要一模一樣 好我們來試試看好了啦 如果可以給我 要一模一樣 那所以 所以這個 my prometer list 好啦 把myprometer list弄出來 把myprometer list弄出來 然後裡面的這個 把他改掉 把他改成什麼勒 imception parameter Permitter Names 大家要有這個能力處理啊 A.R.G. 嗎 對 有沒有點好像也沒有關係啊 好A.R.G.把A.R.G.的抓出來跟AUX的抓出來 然後啊這個 名字 A.R.G.把A.R.G.把A.R.G.取代成 好A.R.G.也要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好然後最後我們再把這個多餘的多餘的參數把它去掉 這個為什麼這個怎麼搞的 AR.R.G. 好然後這個AUX 是 好我們現在然後接著 買Model這裡就只要改這個 剩下的就完成啦 好我現在把它清空喔 從頭我現在你看我現在沒有去讀Model喔 對不對我們來看一行行看喔 首先你先把Model的 形狀讀進來 這個是Model的結構 接著把他的參數讀進來 這樣可以嗎 把參數讀進來 那個這邊是在畫圖嘛對不對 誒讀圖嘛 讀圖resize resize完了之後勒 把Model的每一個Layer都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抓中間五個這個都沒有變喔 然後最後再變了在這裡 我現在要把我的Parameter 這什麼鳥 好再一次這裡執行執行執行 這東西 要把它回寫到 回寫到這裡 回寫到這裡 好再看著喔 這一步在什麼捨去不做不必要的參數嗎 在捨去不必要的參數 好接著 好可以執行啦 好你看現在我的input 他的dim就27x27x192 他的output dim也27x27x256x1 好這樣就可以囉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語法 你們不可以就是你們一定要 要試著去學起來 到底他的邏輯是什麼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次好不好 第一個 首先 本來我們可以一次把Model一起讀進來 這個Model讀進來就是把兩個檔案都讀進來 我在我的這裡我把它讀進來給大家看 我讀進來以後裡面有什麼勒 裡面是不是有這個模型結構跟他兩個參數 對嗎可以接受嗎 那我現在只是把它變成分別讀進來而已喔 分別讀進來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分別讀進來 分別讀進來我要怎麼把它變成這三個東西勒 這三個現在 在你們的環境裡面沒有辦法合在一起放 所以我要分開放 我要分開放 這個 欸他獨立了他很好啊對不對 剩下是我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拆成這兩個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我一路讀下來之後 到了這裡 我要把它拆成兩個我要把它拆成myparameterlist myparameterlist裡面呢 我把ARU ARG跟AUX 把它分別 把它抓到這個裡面 注意看這個裡面 他是不是有很多ARG開頭的有很多AUX開頭的 我的這一行是在選桌ARG開頭的給我留下 AUX開頭給我留下 好這樣子 你看他的names 裡面是不是只剩下ARG開頭的 跟在這裡 是不是只剩下AUX開頭的 沒有問題吧 好接著這個名字有問題嗎 這個名字我要把ARG跟AUX把它捨去嘛 對吧 好我們再看這裡 GSUB就是把ARG冒號取代成 無資源 好這樣子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 是不是ARG不見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在這裡 AUX是不是也不見了 ARG、AUX都不見了之後勒 這一步我要做什麼 捨去 用不到的參數 不然這個Model會出事 再看一次 本來有好幾百個 現在是不是剩下40個 那這裡剩下幾個 剩下一個都沒有了 怎麼可一個都沒有怎麼那麼誇張 喔這裡打錯字了 好重新執行 好那後面呢 那後面我update這個ARG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Parameter裡面的ARG跟Parameter裡面的AUX 把它update進去 這樣就收工了 好不好後面就完全一樣了 所以你們你們應該要有 就是我們上課上了這麼久 你們應該要有能力知道這個 Model裡面 就是這兩個東西的結合吧 對不對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再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換新機器的阿 上上禮拜 對我已經被他搞的沒有耐心了 我本來以為只會持續一兩節 沒想要持續了那麼久對不對 讓我們對新機器非常的失望 好算了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 反正我們現在不管啦 我們就是用 你們就先用舊機器吧 至少 至少在你們程式能力 大幅提升以前 你們先不要去搞新機器啦 不過 這個 你還是可以在新機器上面做啟動作業啦 好不好 只是說你需要經過一些努力 可以嗎 你應該必須 你應該值得做這個努力啦 好不好 因為 這個 以後你面對到的問題 肯定不止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學 Inception Net 那 Inception Net 跟 這個 Res Net 他的這個 準確度都非常高嘛 欸你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Exo啊 是 運算 需要消耗的這個 運算資源 這個需要消耗的運算資源越大 就是代表他這個網路越複雜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球的大小代表總參數量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Res Net他的球 比 Lx Net 還要小 對不對 可是他消耗的運算資源比較多 為什麼 參數少不代表運算資源少 為什麼 因為Lx Net 他 參數雖然多 但他那個參數就做一次矩陣運算就沒啦 對不對 但是這個 但是 那個卷機網路 卷機層雖然消耗的參數少 但是他運算量很大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就是 這個 參數量跟運算量 他有相關性 但不是絕對關係喔 好不好 好那 Accuracy當然就越高越好 對不對 好你注意到了什麼事情 就是 Lx Net是什麼 就是最爛的那個 運算量 他的運算量消耗少 但是他的 Accuracy也低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這兩個VGG系列的 運算量超大 準確度 普通 對不對 是不是也蠻差的 對吧 這個 蔡翰你對 這個VGG DeepMind的設計出來的 你現在是不是對這家公司覺得 不過如此 不會還是覺得蠻尊敬的是不是 好啦 這個 這個因為他跟他比的是後來那個都是 年代比較新的啊對不對 如果我們要比的話也是跟Google Net 對不對 你看跟Google Net比的話 他其實這個 準確度差不多的 只是運算量多很多這樣子 好 那 你發現了什麼 這些 準確度最高的是什麼 Inception V4 對吧 Inception V4 而且他 運算量中等 參數量還算小 對不對 ResNet也在上面 所以你發現什麼 Inception Sat跟 這個 ResNet 他們的能力都很強 而且Inception Net 他的參數量都很少對不對 那Inception Net的參數量為什麼會少 誒 看看 Inception Net的參數量為什麼會少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Inception Module 他的這個 他 設計了1乘1 3乘3 5乘5 然後跟Pool然後把他合起來 阿摩 用 那個 就是用那個就是 疊起來對不對 欸疊起來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我們今天 最開眼角色的 Groop有沒有也很像疊起來 我這邊做完之後 疊起來 這邊做完之後 可以把所有結果疊起來 Groop是不是也非常像 疊起來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那個Inception Net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因為我不知道 要用1乘1還3乘3還5乘5乘 所以我都用 可是BGG Net告訴我什麼 你不要管那些有的啦 反正你從中33對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你現在是 何凱銘 你設計出了Res Net 人家馬上 用Inception Net 幫你打 然後 超為你的idea 然後 馬上幫你打趴 你要怎麼改進你的網路勒 因為你知道你的module 幾乎是沒有變化的 所以你可以改module 來你的module怎麼改 來本來阿 本來 你是256 進來 1乘1 3乘3 1乘1 記了很多 很多壓縮通道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那這樣子的module 這個 重複32遍 這樣子的module是不是 像是有32個通道的 Inception Net 這樣可以理解吧 Inception Net 總共是4個通道 第一個通道1乘1 第二個通道 這個 三乘3 第三個通道5乘5 第四個通道普林 對吧 他的想法是 Inception Net 搞這個有人花樣 這個VGG已經告訴我啦 全部都用33就好 所以我全部都用33 我4個通道都用3乘3 那 4通道都用3乘3 那更進一步的想法就是 那我可不可以再更多一點通道 所以他用32個通道 然後都用3乘3 這樣可以理解嗎 他的idea是這樣子的 可以齁 好 仔細想要 那本來是 256變4變4變256 然後加起來 最後再 breast neck出去 breast connection出去 對不對 第一張圖看他懂他在說什麼吧 那接下來眼鏡是說 那我本來是 用加的 用加的有什麼缺點 浪費參數 對不對 浪費參數 所以我 256進去 但我出來不要256 我出來如果都是4 那我全部再把它疊在一起 不就好了嗎 我用疊的是不是比較不浪費參數 這樣可以理解吧 欸那 更進一步想 那我一開始也不要256啦 我一開始 也把它分開不就好了嗎 那我一開始也把它分開 那是不是就變 就變估讀可卷機了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按照他的思路走到最後 你會發現 他剛剛原本設計很複雜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從InceptionNet的那個basic IP的開始 設計很複雜 搞到最後 發現就是group的卷機啦 對不對 那這樣子group的卷機有什麼好處 你看 他又有滿足InceptionNet的多風照的感覺 對不對 那他的參數又省 對不對 然後又簡單 簡單在哪裡 因為 他不像InceptionNet啊 又怎麼搞一堆有個1乘1 3乘3 5乘5 對不對 全部都用3乘3 反正之前研究人證明3乘3就夠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何凱民的實驗圖來 如果是他用1 就是他group的數目是1 然後那個number of fighter數目是 64 然後一直到然後他一直把他試著把group變多 然後number of fighter數目變少 你發現了什麼 Accuracy Error Rate越來越低 對吧 所以說 這是不是證明他idea有效 來 看看 這張表 你想到了什麼 每次上課上這張表我就會想要問一下 新看到這張表的同學有什麼問題 這張表數字是不是非常漂亮 數字非常漂亮對不對 可以下結論了吧 可以下結論了 所以咧 Google越通越好 對嗎 你要下這個結論嗎 張漢 有 不要好了 喔那你要下什麼結論 有 可以在那邊做 你可以在那你要往什麼地方做 再更加一個 再更極端一點 再更極端一點 大家其實所以你覺得不能下結論 還要再多做一點 那何凱你為什麼不做 蛤 你要下結論了 那何凱你為什麼不做 看看何凱你為什麼不做 我們兩邊 就是他還想多做兩碗 如果有這個感覺 他下面就不能再多被兩旁嗎 蛤 感覺沒有什麼效益嗎 你早講這話啊 讓我們懷疑 那個 不是沒有啊 我告訴你們答案是什麼好不好 後面下面找 好 我跟你講 如果你看到後面的paper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問 這一答案的問題 記住喔 為什麼他不往下做了 大家先再想一下自己的答案 好那 我們看一下 RESNEX RESNET 變RESNEX 他剛剛把那個網路叫RESNEX 然後他發表了 發表以後啊 Google看了一下 你們還可以這麼搞 他不然以為自己的 Exception Net不錯啦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何凱你在Microsoft 後來 去Facebook 所以跟Google是不同團隊的喔 所以他們 真的是會在 人家發表的時候 才看到 原來是這麼搞的 這樣都有意思吧 他們真的沒有交流 而且應該是絕對不可能交流 好 那Google看到說 欸 Google不是最喜歡 偷別人的 對不對 那他偷 他看到後面這樣搞 Performance也很深了 那他搞什麼呢 你為什麼不繼續做下去 那我要做下去 我怎麼做下去 他把這個 這個 這個 Inception Net 把Inception改成這個 Exception Net 因為這個 他就想說 那你剛剛搞成 3 2乘4對吧 那我就改成128乘1 這樣不就好了啦 我每一個 那我最極限的狀況 不就是 把這裡分割到極限嗎 就是分割到我的 Google數目 就是 假如說我現在 Input size 256 然後中間 是64 那我就分割成 Google number one Google等於64 然後我每一個特徵圖 都吃前面四個 這樣子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 搞成這樣 可以嘛 Google想說 你為什麼不繼續搞 那我繼續搞 那Google的結果是什麼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Google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對準確度有危害 好那我們再回頭看看前面 來為什麼何凱平不做下去 這個 看看看為什麼 因為在網架趨勢都不符合了啦 你在網架做趨勢都不符合了會怎樣 比較多寫很多才會 怕 所以他就把這些看帶住了 反正 反正他就說 我設計出了 這個 的確度很高的網 就這樣就好了嘛 對不對 往下 反正我也沒有下這個結論 除了他的Paper真的沒有寫那個結論喔 他的Paper沒有說 這個 通道數越多 你確度越高 沒有喔 他只有 他Paper只有寫說 我設計出了一個東西 RestX 啊你自己覺得通道數 你看了數據的通道數據 你確定說 準確度越高 這是你自己講的喔 我不用講 好不好 雖然我數據就是這麼秀 他下面因為我不想寫太多討論 所以就把他刪掉了 看看 感覺到全數據的黑暗了 有點感覺齁 所以以後看這個數據 你都要非常有品味啊 這樣就知道了 ㄟ 幹嘛 什麼樣子的效果開 你現在是不是感覺到的品味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Google做了這件事 他發現準確度有危害 那你覺得 Google可以允許這樣子 做一個別人已經做過的事 只是人家沒有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就發一篇paper嗎 當然不行嘛 那Google做了什麼事勒 他發現了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通道數目用成了 就是 比如說 你一開始是 比如說你一開始是 256 然後你中間256 但是是 深度可分離 那個深度可分離的意思 軟機意思就是 骨盒數目 剛好等於 標特數目 這樣子的話 最後一層你就不要Radio了 就你就不要不做飛線轉換 他發現了 如果你 不做飛線轉換 你的準確度 反而會比 這個反而會比這個 有做 飛線轉換來的更高 很神奇對不對 他的解釋是說 這個深度可分離的軟機 這種操作 本身就是一種飛線轉換 他講好像也沒有錯 他並不是能夠 我們所謂的線性轉換就是 可以表達成矩正成法 就是線性轉換 深度可分離 還真的不能表達成 簡單的矩正點成 對不對 因為他是好多通道合起來 這個確實也不是線性轉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他說 因為我已經 做了飛線轉換了 所以說我就不再做另外的飛線轉換 這樣懂意思嗎 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這個 現在 我為什麼後面後來的網路都不介紹了 因為大家後面都在比調談書 對不對 喔這一層不要用飛線轉換 喔這邊要有group的數目 剛好等於fuelter的數目 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後面那些都 後面這些研究就比較沒有意義啦 好那接下來 這個 以前的人不是都用battle neck嗎 battle neck就是 油大變小嘛 一層一來就壓縮 對不對 可是現在 用group 就是用group confusion了之後 這個參數數目已經非常少啦 我反而問題不是要壓縮耶 我問題應該是說我要怎麼保留更多 我應該要 怎麼保留更多資訊 所以你看喔 他現在還有reverse的 battle neck 我本來是 144變24嘛 他現在變24 擴展到144 然後再回頭到24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裡 希望做 group的捲擊 而且要 深度可分離 所以就是 group數目等了 girrter數目 這樣參數會非常非常省 他代價就是 資訊損失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變成要做 變成要做反而把資料先擴增回來 再做深度可分離的捲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這個 訊息會做 產生一些損失啦 所以他改成 喔 inverted inverted bottleneck 反向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個 這個 蔡人翰懂嗎 我們剛剛講 一路講下來 你懂了嗎 還是你學到最多 就是數據不好 就不要呈現 蛤 這個也要學到 不要亂學 好不好 數據不好 不是說就不要呈現 好不好 這個 不呈現 你不可以說不呈現你就下那個 會誤導人家的結論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 你可以 丟死人家下結論 但是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自己下那個結論啦 你這個說 你可以說我設計出了一個非常好的網路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剛那樣子的網路是不是 非常有省參數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網路 網這個 就是 因為你group的捲機非常有省參數 對不對 好可是group的捲機 你可不可以 每一層都用group的捲機 不可以 因為訊息不交流的話 訊息不交流 你看 我group的捲機 我可以把這邊 全部整合成他 然後之後再group的捲機 可是你不能夠 從頭到尾都group的捲機 這樣從頭到尾 假如說 假如說你一開始是三圍 三圍嘛 一開始就三圍 那他不是只看到紅色區段 一直都只看到紅色 都只看到綠色 一直都只看到藍色 這樣都會是吧 但是圖是要合起來看的啊 所以你不能從頭到尾都group的捲機 所以你一乘一的部分 一定還是要用 正常的捲機 那我又沒什麼辦法 可以在一乘一的部分 也用group的捲機啊 你看 這個idea都不錯喔 他說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用group的捲機 這樣的資訊是不是都沒有流通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你 到了這裡 你到這裡還是用group 你都是用group的捲機 但你到了這裡把 混合一下 把它混合成這個樣子 那繼續在 group的捲機下去 這樣子是不是訊息就有流通了 對吧 啊至於哪些訊息要過去 哪些訊息要流的 這個就是交給神經網路自己學 對不對 這個網路啊 叫ShuffleNet 這個ShuffleNet啊 這個 這個非常的 非常的 方便 他的參數真的非常非常少 可是 你說他的那個 運算速度是不是有變快 跟大家講 可是 在我們自己實驗來講 是沒有變快的 當然 也許是因為我們用的是很高級的CPU啊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變快反而變慢了 因為他還要把它做混合 對不對 如果是用CPU做他一定不會變快的 這樣可以理解喔 好所以說 現在 是不是這個 這個現在是不是 你對網路 現在神經網路的發展有更多的了解啦 其實後面還有非常多研究啦 但是我就沒有update了 因為他都在調各種參數 如果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喔這裡 這裡要加一個什麼 或者是把這個ResNet跟 DanceNet合在一起的啊 或者是什麼 欸很多 這個 大家可以想想看嘛 這個 ResNet這邊Paper被引用了7萬次 至少也有7000篇在調參數嘛 而且我強烈懷疑7000篇我還少經濟 這個好不好一半 甚至一半以上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喔 這個 就是 大家只要知道對神經網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就好了 我們現在要講的那些東西非常的重要 就是 我們啊現在 用神經網路可以進軍算的機會 可是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做一個 為什麼會做這個學歷 比如說 他說這是一隻貓 為什麼他說這是一隻貓 我們上個禮拜 輸出的時候就只有一個機率 他只有說這一張股市貓的機率有多高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很麻煩 麻煩你 我先舉個例子 以後你說這張股面獨心選擇 欸 醫師覺得 這為什麼是獨心選擇 你不能說AI不一定準 所以你要相信AI對不對 AI偶爾會會出錯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需要發展一個東西 叫可解式的模型 這樣子的問題是嗎 我們要試著去理解 這個模型的邏輯 好那他邏輯這樣之後 我們在 在我們看那一篇 Table之前 我們現在想這件事情 大家想如果你最後有一張高階特徵圖 你最後有一張高階特徵圖 然後貓出現在這裡 貓出現在圖片的中央 那請問一下 這一張高階特徵圖 他在這個部分 他在這個部分呢 Parameter是不是就比較重要 這樣都有意思嗎 那比較重要的話 他跟別人 比如說 他可能單獨用這一格做預測的話 單獨用這一格做預測的話 他四貓的機率是0.1 這一格也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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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格是1.0 那他們平均起來之後 因為都是先Pool在預測嘛 對不對 Pool在預測 欸不是 1.0跟0.1相加平均喔 因為他是Sigmoid 1.0Sigmoid的 錢是不是幾乎是無限大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那0.1Sigmoid的錢呢 負 負 負 很多負 跟無限大 平均起來 是多少 接近是無限大 就是一個很大的數嘛 對不對 這個很大的數 做Sigmoid 除了來的數字是多少 1 所以他說他反正反正是貓 所以你如果理解了這個邏輯之後你就知道 其實神經網路在最後一層他要做Pooling Commending之前 他其實是先做Pooling對吧 先把所有的重要特徵集合起來 重要特徵集合起來之後 如果我說他是隻貓咪 這個貓咪的參數啊就已經存在 他已經存在某一格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喔 存在某一格裡面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了 我們現在有一張圖經過到最後 有非常多特徵圖對吧 然後 每一張特徵圖 都是 就是這張特徵圖乘於W1 W1就是 第一個權重 就你要做Forey Commending的吧 對不對 他總是有權重1 可以接受吧 再加上第二張圖 乘上 權重2 加1之類推到最後 這全部累加起來 應該就可以獲得一張新的特徵圖對不對 大家聽到不是位特徵圖 就是被 權重highlight的特徵圖 這個圖 數字越高 就代表 AI越看重他的資訊 AI之所以會說 他是不是貓 說他是貓代表數字要越大 因為數字越大 代表他越有可能是 Sigmoid之後是E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數字越大 就代表他越看重 這張圖的那個部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理解這個邏輯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做出來他就可以告訴我們股市 這張圖裡面 AI說他是貓 或他是隻櫻木 他主要是看圖的哪一個部分 雖然這個東西跟 可解釋 還有很大一段差距 我們所謂可解釋是 我們希望可以 說出一個 阿主要有多少 或什麼之類的 他說不出來這件事情 那至少可以知道他看哪裡了 這已經很大的突破了 好不好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 呃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圖把它讀進來 喔靠怎麼登出啦 好我們先把圖讀進來 好這就是大白沙對吧 這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我們把model讀進來 來 注意啊這個model 這個model你要用哪一個model都可以好不好 但我們現在這邊用的是DenseNet這個model 好你把model讀進來之後啊 你要把他最後一層 reliu output 這一層把它抓出來 為什麼因為reliu output就是 他在進入這個 Volica Native之前 他最後一層就是有1000多張特徵讀的那一層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eliu output 拿到了以後我們把這個我們全部執行完之後 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 這裡面是不是有個叫reliu output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dimension是多少好不好 好 好7層7層1664 這個1664就是我剛剛講那個東西 你要依照權重 依照1664的權重 去把 他把他累加起來 這樣可以吧 然後變成一張圖 那張圖就是7層7了 那7層7裡面數字大的地方 就是 我們的鯊魚在的地方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繼續 好首先我們要先 問他 SOLFMAX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最大的地方在3 代表3這個地方是鯊魚 他主要是預測這東西是3 第3 第3個類別的這個東西喔 所以我們要把第3個類別的權重把它叫出來 這個是fc weight就是 索爾權重對不對 他的dimension是多少勒 1664乘以1000 所以我們就要只要找他的 第3個 column這樣可以接受嗎 第3個column 然後我們就把 第1個 第1個這個就是第1個raw 第3個column的數字乘上本來那個map 然後得到一個 CAM1然後一直把他累加起來 一直把他累加起來之後 減掉他的最小值 除以他的最大值減掉最小值 我們得到這個CAM map 看到嗎這裡數字是不是比較大 這裡數字是不是比較大 這裡數字比較大你可以想像他就在這裡啦 可以接受喔 好我們繼續 接著 好這個是用mxnet來做的這個不重要啊這個反正就是 CAM1跟CAM2兩個方式都可以得到 那一個 就是那一個就是highlight的map 數字越大就代表他越重要 好那我們要怎麼把它呈現上去勒 好看著喔我們首先先畫一張圖 好這是一張黑白的鯊魚圖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要給他上色 我們的色階 這個色階我們選用那個還記得我們那個上學期我們 上課的時候 從藍到紅那個色階嗎 我們選用那個色階 OK 看到了嗎 越紅的地方就代表他認為數字越大嘛對不對 好現在是不是看到鯊魚就在這個地方 欸喔靠這個 他顯示不出中文是不是 反正就第三個嘛 第三個在哪裡我看一下 大白鯊看到了嗎 好這整個過程啊 這整個做成我希望大家可以試著 欸練習一下 整個過程過一遍然後把圖換掉 或者把model換掉 讓了解 欸其實你的model做完預測之後 你可以告訴人家 你的model是based on什麼地方做預測的 這樣東西是嗎 那你可以故意把 你可以故意找一張圖啊 假如說你 明明就是他打來殺 但他不是在圖位正中間 打他在圖位旁邊 那你看model會不會指出這個字 這樣都沒意思了吧 好我們來給大家試一下 這邊我們給大家 20分鐘的時間試好了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練習 好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要用其他模型做預測啦 我覺得要用resnet18 那resnet18 跟這個dancenet是完全可相容的啊 這個 剛剛大家用inceptionnet的時候遇到的一些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他的最後一層在這裡 大家要看哪一層需要的時候 大家要看這裡 這裡喔他的tail 他後面幾層呢 他後面幾層他到pool前面那層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pool前面那層是ready one output的那這樣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pool前面那層 是這個其他名字那你就要換成其他名字 這樣懂意思嗎 revenet18然後0吧 我確定一下 resnet18 0 OK繼續 好然後到這裡 他有幾個問題就是 resnet18 然後全部把這個圖弄出來之後啊 欸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就不需要用 不需要用到這個就是 16又4這裡了我們可以把這個 呃下面這邊全部刪掉 我們不出來 欸靠 我也會crash 太嚇人了吧 好繼續 好看到了嗎有ready one然後接著witch max 找到 找到了以後我們來做 喔這裡這裡是1024 欸這裡是512 我們要看他的dimension是多少啊 他dimension是512所以我們這邊要換512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wrong 所以難怪東西會出不來 好找不到cm2也沒有關係我們把他我們把他繼續 好接著plot 好grade的圖出來對不對 接著用cm2 把這張圖給他畫上去 好看到了嗎 做出一模一樣的結果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可以試著再用多的模型啊主要就是那些shap要改啊 然後一些 名字要改 這樣可以嗎 好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 inception net需要減區平均之後預測才很準 而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這個就是每一支網路他在訓練的時候當初他input的圖的前處理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你需要適應一下每一支網路他大概怎麼樣 反正不外乎幾個啦 要嘛就是他input的圖是0到25的range 要嘛就是這個 based on這個range 剪掉分析數 處理表很差 這樣可以嗎 要嘛就是 他是0到1的range 好那你要怎麼看呢 你需要看的結果是 他前面有這個 Bench bndata 的這個min跟 variance 你要去看這個min跟 variance的結果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我們上次是不是有講了 有一些網路他的min跟variance variance 你一看就知道是100多 那你就知道他的input的range應該是0到255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你看到是0到1之間的 就是假如說是0.5 0.6之類的數字 那你就知道 他input的range 他的那個 input的那個圖 他range必須改到0到1之間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種東西 每一個網路你去網路上下載任何一個網路 他如果沒有說明那你就是自己稍微試一下 試試看他到底是什麼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標準答案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給你們下載所有網路應該都是0到1的range 因為我有調過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 上課上到這裡啦好不好 那我再給大家一些時間 繼續練習 我希望大家至少這個 就是 就是那個圖 就是 可解釋的這個圖 畫出來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好不好 好那就這個樣子今天上課上到這裡